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下午的3点13分 跌336点 1.95% 今天卖压又是狂瀉 完全没有太强的买气 越走越低 收盘到最低点 16911点 跌351点 收盘收在336点的跌幅 OTC间跌更多 今天OTC跌了3% OTC间跌了3.17% 更弱 更弱 那昨天小跌1点 连续两天成交量 2000多亿 2600多亿 今天成交量反而增加到3715亿 下跌带量 水间又是恐慌卖压的出现 今天外资卖了500多亿 我估计融资间一定又是大减40 50亿的 大家去怕到啦 去吓到 外资卖了537亿 投信间是买了16亿 今天融资我估计应该又是大减40 50亿 跑不掉啦 那为什么会出现大跌 昨天欧洲是大涨的哦 礼拜一的欧洲股市 德国 大涨了快2% 2.2% 那法国也涨了快2% 所以给大家看过 这种图形出现之后 整个底部已经完成了 尤其这一根涨了8%的涨幅 像这种涨8%的涨幅 第一点要再破不容易了 除非有重大利空 否则不容易再破 那现在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谈判 开始进入第二轮 原本昨天开始谈 可是临时又变卦 延后到礼拜二才开始谈 所以让美国股市道琼 从涨450点 收盘变成平盘涨一点 那达克昨天跌2% 非诚网友体跌了3% 那其实战争已经是 歹气脱膨了啦 你看国际油价的部分 今天国际油价已经跌到 每桶97美元了 每桶剩下97美元了 今天一天又跌掉5% 所以上个礼拜涨到126 127的时候我就讲了 高点其实差不多 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 用油旺季即将要过去了 那用油旺季即将要过去 加上产油国也要增产 所以油价当时很多人 有人讲200有人讲300 我就说那不来啦 我长期在研究油价 我民国78年就在 国际期货市场上交易原油 我对油很清楚 那现在油价都已经跌到 每桶97美元了 所以可见的战争已经 对于股市的影响力 已经都不大了 除非又有突发状况出来 否则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 对股市影响力其实已经很小了 本来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美国礼拜四的升息 到底是要升一码还是两码 在美国升息还没有完成之前 美国股市要大涨不可能 所以上礼拜我也跟大家讲过 美国股市将是以盘 来等待升息的出现 做最后的定夺 好 那台北股市 为什么今天又跌那么多呢 当然受到大陆的影响 大陆昨天临时的 深圳跟东莞封城 那一封城之后 今天台北股市又吓到 那个消息是昨天就有了 昨天盘中就已经知道了 那昨天 大陆股市跌 接近3% 香港跌了1000点 那昨天已经反映的消息 今天台北股市 在跟着反映 会不会比较慢的点 那反映这么慢 要不要吃巡礼宁啊 欢迎这么慢就 反映慢就算了 反映还这么大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疯狂的卖压 不信心 任何国家 任何大小事都会影响到 主要对自己有信心 对大家比较有信心 今天大陆股市也跌蛮重的 香港又是跌5% 那大陆股市在我们收盘之后 又是跌4% 那台湾不是全部都在 东莞跟深圳 设工厂 大陆那么大 台商在大陆是 遍遍地都是 所以影响所及 不应该是那么强烈的 主要还是信心的问题 只见台北股市 又大跌一个 另外一个因素 股王系列的效应 股王系列 昨天跌停板 因为只配18块钱而已 起停尾送 你赚了61块 只配18块钱 小气鬼 小气鬼市场一定给虚声嘛 那问题是系列连续连续两天的跌停 把高价股全部都压下来 尤其这种超高价的股票 那也从这里反映出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超高价的股票 北比40倍50倍 甚至于更高 就算高配息 你想啦 系列赚61 就算它配80%出来 那也不过配个48块钱 48块钱以3000块的价格 配息殖利率 也不到2% 也是只有一%而已 所以这种超高价 这两天一反映出来之后 也证明在三四月份 高配息的行列里面 他们是没希望的 因为股价炒过高之后 配息的殖利率会很低 都只有一%两%而已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整个高价股的卖压一出来 也让台北股市间卖压来得更重 你看今天利旺跌停 利旺也配得不错啊 利旺也配得不错 问题是价格太高了 普瑞业绩很好啊 可是价格炒太高了 你看今天AES四星 维影 联发科 联发科是可惜啊 联发科跌到900块钱 我个人觉得反而可以注意啊 我们过年前 840一路坐上来 1100卖掉之后 我说我不碰了 那联发科现在跌到904 联发科跌到904 联发科股价一块贪70块 配息应该会配得大方 因为他都已经连续三年要加配16块了嘛 连续三年他愿意把保留盈余 跟资本公鸡拿出来加配16块钱 那当年的配息率一定不会客气的 一定不会 一定会很大方的 所以联发科假设如果配80%的话 去年70块钱 87 56 56再加加配的16块 那应该会有70几块钱啊 大概72块钱 那72块钱以900块钱来算的话 殖利率也有8%殖利率 所以反而这些超高价的股票里面 联发科的配息率 殖利率应该会是来得最高的 那联发科挤到600块钱这里来 我个人的看法 900到800这附近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价位点 你如果对联发科有兴趣的话 这个价位区间可以特别注意 那高价股本来就不应该碰了 应该讲说那种涨很高的 高本益比的本来就不应该碰了 我每天都跟大家讲嘛 找赚大钱本益比低 股价在底部的 安全 以安全为出发点 我们再来看要赚多少钱嘛 你看今天超高价股票 这个跌起来5% 6% 7% 8% 很多啊 这种超高价股票 跌起来都很夸张啊 所以以后操作的时候 这类似的股票一定要闪开 一定要避开才行 今天台北股市缺口补掉了 那缺口补掉会怎么样 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就是 跳空缺口不补的话 它会形成突破缺口 所以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过 如果一个礼拜之内 跳空缺口都没补掉的话 那这个后面变成超强势 就今天很可惜把缺口补掉了 但这个缺口补掉之后 下面还有一个缺口 只是导状反转的图形 没有办法形成 是很可惜的 那缺口补掉 代表这个缺口 不是突破缺口 而是一个普通缺口 如果是突破缺口 后面就有飙涨的机会 那补掉之后变普通缺口 普通缺口它是盘局的特色 所以今天补掉 跳空缺口之后 整个行情这个缺口变成普通缺口 那变成普通缺口之后 也证明这里 就是一个盘局 那这里是个盘局 变成它会延长的足底期 那延长足底期 整个多头公式 无形之间就会变弱了 那也没关系 延长足底公式变弱 也无妨啊 你看这段期间 两天融资少掉150亿 很多人股票杀光光 那杀光光行情下来 提供给你减便宜货的机会 也很好啊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 所以这两天下来 你要求聚会的 好好掌握机会 再来给你减便宜货机会 你要好好地掌握 但不是乱买 不销售货 从这两天的表现上面 更告诉你 整个市场的焦点是在年报跟高配息 如果高本益比或者低殖利率 那都不可以摸 那都不可以摸 往高获利 高成长 低本益比底部的股票 本益比越低越好 然后位阶越低越好 殖利率越高越好 往这方面去找 利用这两天压回的时间 我们来求聚会 好 今天成交量有3715亿 航运股占了31% 所以今天市场人气焦点 还是在航运股 今天最稳是在金融 美国股市 昨天金融股也是大涨了 那为什么今天金融股比较强 因为即将要 美国要升息了嘛 那升降息 只要利率有波动 银行短期内都有利差 所以昨天美国银行股强 今天台北股市的银行股 相对也比较抗跌 可是我个人认为 这只是一个短线行情而已 这是短线行情而已 在长线上 我们还是着眼于 有机会大涨三成以上的个股 航运股间31%的成交量 可是航运股间也是很弱 除了大盘很弱势以外 阳明昨天发布年报 48块钱 48.7我估是估48嘛 是很准 只差七毛钱而已 配20块钱也大方 因为本来就会配那么多啦 连续10年 阳明都没有配息 他的长线股东 长期股东 很闷啊 闷了10年都没有利润 这次赚那么多钱 大方的回馈 长线的股东也是应该的嘛 是不是 那阳明今天开高 很可惜 除了大盘弱势以外 也被长龙给拖累 长龙间又出现卡船的问题 去年卡了一次 今年又搁钱在美国 但这次问题比较轻 应该一两天之内会解决 可惜也造成今天长龙弱势的一个原因 也把阳明给一起拖下水 所以说高效就是这样啦 那今天长龙下午 发布年报了 年报发布出来 每股获利 我原本估46嘛 对不对 原本我估46块钱 那发布出来的 45点 45.57 45.57跟我估46 是不是很接近 差四个人而已 当然 长龙要配多少 现在是还没有公布 可是有阳明配20块钱 长龙应该也不敢吝啬啦 所以这两只股票 短线拉回整理 没差啦 无妨啦 无妨 这个随时还是会公 大盘跌了一千多点 它都能够逆势涨 已经是相当强势的个股 那行情 起起落落 没问题 昨天 马士基 又继续大涨 6% 马士基昨天涨了6.2% 赫博罗特昨天涨了1.3% 今天亚洲的海运股部分 表现也很稳定 山井涨1.9% 跌1.9% 1.9%一点点 你看人家过历史高点 一路冲出去不回头 那游船今天是跌了2.5% 也都已经过了历史高点 所以长龙要民 不用担心它 不用担心它啦 不用担心它啦 这个随时还是会在供的 你如果手中有的保护掉 短线上如果还有难得压回的话 那你要捡便宜 或者个人觉得OK 但在选择上面 长龙价格比较高 高了快30块钱 阳明价格比较低 尤其获利又比较好 本品比相对比较低 所以两者的选择 我优先建议以阳明为主 好 钢铁股今天也跟着一起下来 因为市场卖压太严重了 太沉重了 那昨天大家比较关注的 铁的报价 昨天恢复交易之后 昨天的交易是比较平静的 铁昨天只小跌15元 15美元 0.03% 那其实铁价格48000美元 已经很高了 光是第一季铁的涨幅 第一季铁价的涨幅 超过两倍以上 那超过两倍以上 整个库存的利益就相当的可观 那铁的报价最近是有一些缓和 可是整体第一季的涨幅也很大 大成钢今天下午也会发布年报 那年报发布出来之后 其实真正的利多是在第一季财报 因为铁跟铁的飙涨是在第一季发生的 所以真正第一季的财报 会比去年来得更强势 比去年第一季也会来得更好 所以大成钢你会面貌的 我们四十四四十五月起来 不怕他 不怕他 再低也不会跌到哪里去 会跌得对下去 那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卖压的重心 尤其价格越高的 本比越高的跌得越重 新复发反而最强 又上来高点 黄金加上要出现 外市一直在买 外市一面在卖台股的时候 反而一直在加码新复发 什么原因 本比低啊 过年财报7块钱 本比才7倍而已 所以这种属于安全的个股 我在採用採中钩票 所以往往相对的安全性 会都会比较高 那同时 等到大盘稳定要攻击的时候 这种股票也会来得比较好 你看见顶 见顶是不是也是一样 都一直很稳定 一直很稳 本比就十倍而已 新复发 本比更低 去年赚7块钱 本比只有6倍 所以这种股票要给它 拨到对外面也都会优寒 也都有限 到时候大盘反共受 这种股票回来就会很快 那今天 面板驱动IC 联勇下来了 我们上礼拜460 卖掉之后 来啊 卖掉之后下来 又是回补的好机会 其实这一波大盘跌 你看大盘这波 这波这样 崩跌下来 联勇已经是很稳了 那其实是很稳定的 那主要员还是 赚大钱本比低 对 去年赚了63.8 63.8以45块钱来算的话 本比也是六倍而已 还是很便宜 8016的细创也是 这段时间也是都没落在的 那这两天掉下来 你要求职 也是个好机会 去年赚了50块钱 赚50块钱 股价291 北比 六倍 六倍 现在连六倍都不到 五倍多 不到六倍 所以这相对风险都比较小 那相对风险小 到时候高值利率一发布 因为还没有发布 以IC设计 尤其面板驱动IC 配息率往往都有 高达80%的配息率 那如果配80% 40块钱 40块钱 目前股价才290 那就很可观了 所以这一组的股票要特别注意 那齐帮 今天压了下来 那其实整体来说 那是金康 还是很强 去年赚了9块钱 本比7倍而已 不到8倍 配息率还没有发布 配息率以往也都是有780%的配息率 所以也是很可观的股票 最终国平常没落在吧 包含南茂也是 去年赚了6块钱 本比也是只有8倍而已 对 南茂去年赚了7块钱 6.96 赚了7块钱 股价51 本比也是7倍而已 很低啊 所以这些赚都赚没落在 都赚没落在的股票 然后到时候大盘要供收 它回升就会很快 那河内亚 大盘大跌 它就在这里洗 修正指标 到时候回升也很快 去年获利也是创历史新高 配5元现金跟0.4元的股票 所以采集中沟票 当然我不是说你一定要买 跟我买这种股票 从这个角度出发 去找类似这样的公司 相对你就可以安全 到时候大盘反工资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赚更多 联电相对是比较稳 联电你有兴趣的话 50元附近其实也是一个 很好仓好点 有大家新创最近外资在买 我跟大家讲过 价格很低 可是长期获利的爆发力不够 因为属于衰退的 面板报价修正完之后 今年不会像去年那么好 还赚6块钱 今年面板每股获利 应该会落在4块钱上下 那落在4块钱上下 价格还是便宜嘛 北比还是只有5倍左右而已 只是获利衰退型 外资在炒作上 比较喜欢找那种 获利成长型的 获利衰退型的 人就比较不敢 会影响到整个破断的行情 可是价格很低 风险相对有限 中短线操作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你要买面板 有达群创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 风险相对是比较安全的 你看双红高档 一掉下来就很深 有没有 高档一掉下来就很快 所以管的股票 别去摸就是这样 找底部的股票 未来的一个成长性 才会比较可观 昨天技嘉发布 去年的年报 发布出来的数据 比市场沽得更好 原本我沽是20块钱 那昨天发布出来是21块钱 那配息还没有发布 那股价这次从160下来 我们今年下来 对80几块做到155块 那现在看这个是调整坡 调整坡已经快结束了 那如果说以21块钱的获利 北比也是只有六倍而已 也很够跌 华硕 也很强啊 对 华硕很强啊 今天才跌一块半而已 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六传出来 乌克兰的副总理 希望华硕能够抵制俄罗斯 所以让大家担心了一下 我特别把华硕在俄罗斯的业务 占的比重 跟大家谈过 华硕在俄罗斯的比重 占它总体营运 不到2%了 所以你不用去过度担心 不要随着消息起舞 你看今天开地又走高 这两天的行情 低档是不是都有很明显的买盘 都真凶的股票 最主要还是因为获利当靠山嘛 我估计它去年美股获利 应该有60块钱的条件 最终六倍百亿比的股票 不用怕它啦 随时财报利多数据 一发布出来之后 该怎么走 它就会怎么走 所以大盘跌 我知道今天大家很恐慌 一天摆在跌到 又是高价股跌得那么重 那你从另外的角度去看 它提供给你减便宜货的机会 对目前战争的问题 大家担心的问题 几乎已经是影响不大了 那关键就在等礼拜四 美国的一个配息率 那大陆的问题其实 对台湾影响有 可是没大家所想象的那么严重 因为两个地方的封锁 台上在大陆是骗及大陆各城市 所以真正影响只是少数族群而已 我相信大陆自己本身也不会因为 疫情的关系 把自己的经济给搞垮掉 所以放宽心一点 当然不是乱买 你要找赚大钱底部的高获利 低本一笔同时高值利率的股票 现在是第一让你减便宜布局 不然你等到行情开始发动之后 你又要去追高 那反正得不偿失嘛 对不对 那找这种安全性风险小 纵使满了让它套 套一下子没关系啦 套也套没多 你看朝阳明这样一涨上来 都五十几%的日顺啊 对 都是五十几%的利润了 所以往这方面去找标的就没有错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好 我们一起来操作 我们的负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可以先分析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紧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设限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